这就是我刚刚爬上来的大山 特别特别的陡 也特别特别的危险 我都是一点点往上爬的 好累呀 继续往上爬 还挺陡的呢 但是必须得上去 只有那个上面才有 别地方没有 大家好 我是小雪 现在我已经爬到了这个山上 看这个底下多陡 今天主要上这个石崖上面 来采圣金茶和九死黄昏草 因为只有在这个石崖上面才有 好累呀 我得休息一会儿 刚爬上来 在这个石崖这 还长了一个硬山红 现在都已经打孤独了 要开了 这都是孤独 还挺漂亮的 就是这个石崖上面 有很多很多这样硬山红花 一会儿看能不能采点回去 这就叫九死黄昏草 也叫卷柏 这个东西别小看了 就是说 就是说它如果七年了 没见到水 你一旦给它浇上水 你一旦给它浇上水 它马上的就会绽放 就这么神奇 这个这点呢 就是圣金茶 补肾 肾结石 利尿 消炎 泡水喝就行 这就像头发丝一样 这就是茶叶 这两种药材 一会儿咱都给它采回下 你看看 越往上越多 都是在石崖上面 但是有的太高 我实在够不下来 这个悬崖太陡了 太高了 别够了 这个真漂亮 像大木丹一样 这个正好 一浇雪就盛开了 在我后面 这石崖上面 还有个一线天 一会儿上一瞅瞅 看着没 今天风还挺大的 好凉快啊 原来是这样的 两个石头 中间 可以走到 但是挺高的 这是在悬崖上面 有这么一个小道 是不可以叫一线天 已经在这个一线天这里了 还挺吓人的 是不是 咱就不要下去了 因为底下就是个悬崖 还是从这边走吧 这是刚刚我采下的九死黄昆草 这个漂亮 这个剩开了 回家再浇点水 开的更漂亮 像菊花一样 才这点 你把这两个也换了 嗯 打湿拉的上 山韭菜 长这么大了 山韭菜 我得揪一个 咱们这就下山了 回家了 今天这山上这风啊 可凉快可好了 喜欢小雪 给小雪一个关注 咱们下期见 但是别忘了 每天观看我的视频呢 会有很多很多的惊喜 再见哦 朋友们 看后面是啥